另外 也关于事先准备这件事情 有几个重点 尤其是在应征口试 甚至你到一个公司 到一个团体里头去做简报的时候 你事先绝对要做好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 正面的心理的建设 第一个 正面的心理的建设 比如说 我看过很多人 做简报 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不管是面对一两个人做简报 不管是面对一群人做简报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做自我的行销 你怎么把你的形象 投射出去 让人家感觉到 但是我发现说 好多人在做简报的时候 甚至在开会要做报告的时候 他的想法就是怎么样 他想法就是 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报告 报告 报告是什么意思 报告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拿着一张纸 或者看到这个投影片 把纸上面的文字 把投影片上面的文字 逐条的念出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报告 如果你只是抱有这样的心理 而报告的时候 对不起 全场没有人感受到你的热情 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其他人 你自我行销绝对失败 相反的 你应该怎么想 你想的 我今天我的责任 不是报告而已 我今天站在这里 是要冲击各位的情绪 是要冲击各位的脑袋锅 我今天要让你走出这道门 而百感焦急 启发无限 因为你要为你自己的存在 你要为你自己的工作 有某种期许 某种热情 让人家看到你的燃料 在那边发火 发亮等等的 那人家才感受到 才知道怎么样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单纯的报告的话 对不起 那是行私走肉 是不是 所以你在上台之前 你在面对别人沟通之前 等等的 正面的心理建设 是绝对的需要 那第二点 你绝对需要去模拟 你将会碰到的 这个情景 多想想 我今天到一个情景当中 应征也好 口试也好 报告也好 等等 你会碰到什么情况 多想象 比如说 像这次清凉婴 办这个演讲 就非常的用心 之前 把各个场地 拍了那个照片 让我了解一下 所以我几天之前 大概就有一个感觉说 我在高雄 在这个文化中心 在某某公司的这个会议室里头 我会站在怎么样的讲台上 我大概会看到怎么样的一群人 我可能会介绍 怎么样的灯光等等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事先越了解的时候 你越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真实的情况当中 来减少一些道士的 因为不预期的一个情况 而造成了一个紧张 焦虑等等的 那这里头需要你怎么样 花时间去模拟去想象 你如果是非常紧张 对一个情况没有经验的话 你需要模拟的时间 可能要拉得很长 可能一个礼拜以前 你在开始 晚上睡觉之间想想 我下个礼拜到什么地方 要去报告 要去口试 我大概碰到什么情况 那我曾经碰到一个同学 我非常看好他 会被某个研究所录取的 后来没有想到 居然被取 然后最后居然没有上 我非常地讶异 因为他平时的那种口试 他的口条 讲解 其实非常地清晰 我想应该没问题才对 后来他很难过来找我 我跟他检讨 结果他承认一件事情 他承认什么事情 他说那一天 到那个研究所口试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预期 他会碰到谁 没有预期会碰到怎么样的教授 结果他进到会场 一看 哇塞 镇中央有位教授 那个长相之怪 让他怪的觉得不可思议 他说一个人 怎么长相会变成那个样子 长成那个样子 结果就在他这个心里 这边摇晃 这个稍微点闪躲 闪烁的时候 对方就噼里啪啦 问了他一堆问题 而且他没有想到 对方问了很多问题 他感觉上 这口齿不轻 而且他台语不太好 用很多的台语来问他问题 所以长相怪 加上发音 他会觉得很怪 加上有讲他不懂的语言等等 他一下子之间 他愣在那个地方 他不晓得怎么回答 跟各位讲 当你在做简报 你在口试的时候 最关键就在前面的 一分钟以内 经常很多人进来 大概一分钟以内 心里就有个底 我要不要这个人 那瞬间的一分钟 甚至是几秒钟的时间 他愣在那里 只要稍微这个失态 只要心理上 产生那个挫折等等的时候 你可能就兵败如山倒 骨牌效应倒下来 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事先了解 多想象 总是有这个好处 同时第三点 避免一些不良的情绪 举动跟延迟 也就是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习惯当中 可能有一些 不当的情绪 很容易发作 或者一些 不够文雅的一些举动 或者一些用词 延迟等等 这个绝对要避免 那我看了好多人 尤其是这个学生 来应征来口试的时候 有时候讲的兴起 讲的好高兴 我跟你讲 那两个字就出现了 或者说 我跟你讲那个 那个也出现了 你在那种场合 出现了 你在平时的生活里头 你觉得可能 无伤大雅这个文词的话 其实对你来讲 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一些情绪 举动延迟等等 都应该要去避免 我记得在大学时期 碰到一位 其实是两个案例 有一位 是一个男讲师 他大概平时 这个有抽烟 有抽烟 他谈可能比较多一点 他演讲 演讲到一半 突然 对不起 拿起手帕 我跟你讲 如果是这样子 放进口袋 那就算了 结果呢 涂了之后 看一下他 我跟你讲 那一场我们就在猜测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的讲题 他的重点 都无法吸收 你整个脑袋里头 就说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越想越恶心 你再也听不下去了 是不是 在家里你可以这样子 无所谓 当然那个场合 他真的是不土不行的 可是怎么样 你大可就直接放进口袋 放在桌上 都可以 但是可能在他家里 他想判断 想诊断一下 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上面 他无视于我们的存在 这个情况 很糟 那也是大学时代 碰到一位女讲师 来学校演讲 他居然可以讲 讲到一半 突然他右手就伸到里面去 拉了一下 我跟你讲 在场都是二十几岁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看能不能拉一下 结果旁边 我就听到后面有人说 如果没有拉好会怎么样 于是很多人开始在想象 如果没有拉好会怎么样 他那一场讲什么 对不起 你都记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就是你在家里 你平时的生活上 有很多的举动 很多的用词等等 你必须在 你应征也好 口试也好 简报也好 之前不断地提醒 请自己不要出现那些东西 没有提醒的话 对不起 你就很自然而然地 把它给带出来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早 还有一点 第四点 早点到会场 那为什么需要早点到会场 其实跟前面所讲的 模拟你将会碰到的情景 其实很类似 不过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 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 更是如此 我几年前 我几年前 邀请了一位演讲人 到学校演讲 结果那是一个 大概五六月份 天气热 那位讲师 大概路上塞车或怎么样的 就迟到 迟到大概十几分钟 他匆匆忙忙的 几乎没有休息的情况 这个连跑带跳的 就冲 冲到我们这个讲堂里头 就放下公司包 开始就要演讲 开始演讲 结果 他是没有穿这个外套 没有穿外套 穿那个长袖的衬衫 然后也没有绑领带 就这样子 很普通 结果他一进来说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一看 这个地方都是汗水 一整团的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 我就开始听到那个同学说 你觉得哪个会先到 你觉得哪个会先到 说干嘛 结果我注意到 他那个汗水 左右两侧 有那个汗机往下掉 往下掉 有一次同学在那边堵 我觉得左边那个先到 右边那个先到 我们堵午餐 我跟你讲 多少同学在那边 窃窃私语 在那边笑成一团 你在堵什么 在堵那个汗水 哪个先到肚脊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子 没有早点到会场 没有让你有喘息的这个机会 没有让你自己 能够怎么样 把你的心情稳定下来的这个机会 沉淀下来的这个机会 你就很容易出现状况 所以 早点到会场 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这些状况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我要特别来讲解的 就是掌握排除紧张的一些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 我相信那是想要做的 是想要算一下 那就是想要做的 那就是想要做的 就是想要做的